急救会立刻死人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谈的 好 那我们来开始念 主要分为脑中风 癫痫及心脏骤停等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 偏瘫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 抽搐有力 两者皆由头部体伤所致 心脏骤停一定昏迷不能表达 且其过程手脸或有变化 此际不同于脑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也不同于脑中风口眼歪斜 与癫痫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心脏骤停所致促倒有多种情况 或心脏病发 自述胸闷 胸痛而倒下 或手舞胸口 脸部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 全身贪乱而倒下 凡此种种皆由上背部体伤所致 其愈后 有因热能上足而自己苏醒或被救醒 亦有因热能瞬间耗尽而抢救胡销 就念到这里 这里就有构桥了 为什么 急救当然会倒下去 有各种状况 我只是把最重要的三种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脑中风 还有第二个是癫痫 那这两者都是属头部的 那另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 心脏停止了 这三种 那你如何在短时间辨别出来 首先我们要先把 癫痫跟脑中风做一个分别 癫痫它是动态 所以它四肢会抽搐 很激烈 它脸会扭曲变形 甚至眼神飘忽不定 好 那中风呢 口眼乖血歪到一边 然后甚至会流口水 那癫痫呢 是土白沫 两个又不一样 一个比较动态 好 那它是偏瘫 中风是偏瘫 然后它是 癫痫是剧烈的震动 了解吧 那中风是无力 但癫痫是怎么样 抽搐有没有力 非常有力 那哪一个比较严重 中风还是癫痫 没有力当然比较严重啊 无力就是重病了 对吧 这个我们讲 它有力死不了的啦 但是看起来好像很激烈一样啊 所以 但是这两者 这两者都不会死人 记得我讲 除非你处置错误才会死人 我们已经把中风 我说的 到中风现在很多 比较资深的志工 现在在做中风 都已经知道 那个是小Case 因为他不会死人的 除非怎么样 治疗错误才会死人 因为他要温敷你 结果用冰敷 就好像我 我有一次要去医院 抢救一个亲戚 糊里糊涂就进去 不先来找我 就进去 他进去 就加护病房 那你严格管制啊 我去的时候 我都带一些热源 包括软贴啊什么 没有效的 进去被管制了 我藏在枕头下面 结果也被挖出来 马上说这个不行 他说你中风 流血了 你还用温敷 那不是流的更多 你知道蜥蜴 到底在想什么 你知道 不可 不可 很难领域 他们是要用冰敷的 让他不留啊 那不留就完啊 他怎么修复 他们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说 组织受损 一定要怎么样 内外热源啊 他们完全不懂的 他们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去等于 秀才一道兵 有理说不清 就这么一回事 好 所以 无力 已经到了 症的体力虚弱 都中风一般 如果偏他 都就是重病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重病不会立刻死 他顶多就 顶多就是 显向已现而已 然后再进一步 如果处理不当 昏迷了 就到快命危了 有没有 就有这种类似 但一般如果及时抢救 一般都可以恢复 没有什么问题 那最危急的 就是心脏骤停 真的很可能 就会立刻挂掉 那所以会倒下去 你如何来判断 这三者 中风我们有放过了 所以就不放 癫症你们想不想看 癫症很容易救的 就 我是学不来啦 但是你们看 就GDN 要不然我们放一个 给他们看好了 西线癫症急救案例 跟西线癫症就先让开一下 拿手 先让开一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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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副都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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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他们一下 红豆袋 温夫 已经在温夫 温夫袋 已经在温夫袋 已经在温夫袋 他已经在温夫了 已经在温夫袋 然后可以打的了 你看他那个脸 还有身体 有没有GDN在动 有 他都动 中风不会这样 那一般按了 差不多一两分钟 他就会醒来了 所以这个比较好处理 中风 已经讲过了 怎么处理 我就不说 好 那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心脏 心脏一停止 你怎么救 好 他心脏要停止之前 有些是有动作的 有些没有动作 我这里就有分了 这里 心脏骤停 我把它归类 跟前两者比较 就是天弦中风比较 心脏骤停 一定昏明 他不会刺来刺去 然后 不能表达 但中风呢 不一定 不能表达 他有时候 虽然中风 但还会讲话 有没有 是昨天放的吧 就是他开刀 有没有 之前他中风会讲话 最后开完刀 反而不会讲话 有没有 还记得吧 那就是代表 他是清醒的嘛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中风有时候是清醒的 有时候会昏迷 有时候是清醒的 不一定 那心脏骤停 一定是怎么样 不可能清醒 一定是昏迷 好 所以 此际 他一定昏迷 所以不同于 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然后也不同于癫痫 怎么样 手脸抽搐 扭曲变形 他手脚会不会变化 有 心脏骤停 有时候会 突然间 手想摸一下心脏 然后就倒下去 有时候眼睛就会扎 或是有一些动作 那脸部也会有变化 不是都不会 那但是他的动作 很伪 很伪弱 然后 刹那间倒下去 他就不再动作了 就完全静止了 所以 所以这样来看 他又不同于癫痫 的手脸扭曲变形 抽搐扭曲变形 他又不同于这个 所以 他是可以分别的 但是有一点跟中风 分不出来 因为中风也会昏迷 然后也会静止状态 这个跟心脏骤停 就很像 所以意到这样 很难分辨 到了这一刻 这个就分不出 到底是脑中风 或是心脏骤停 好 那我们来看 心脏骤停 它有几个方式 在临床上 心脏骤停 我看 我们看上面 再看上页 心脏骤停 有多种状况 或手污胸口 脸部或面色 微变而倒下 这是一种状况 还有什么 面无表情 突然间前身贪卵 就倒下 还有什么 心脏病发 它开始不是倒下 还会说话 它跟你讲 哎哟 我胸闷胸痛 然后讲没有多久 突然间就倒下 然后到最后 很可能都救不起来 那所以这里有讲 它有这几种状况 我是把它大致归类 现在医学都没有归类 他们还在摸索中 搞不清楚 但是我认为原始点在这里 应该是展现了它归类 因为看太多了 然后原始点怎么处理 都已经很清楚 来 我们来看下面 它有可能 这些在临床上心脏骤停 会发生什么结果 在临床上 心脏骤停所致触导 有因热人上足 而自己苏醒 或被救醒 它有三种状况 就是心脏同样停止 有些怎么样 你不要救 它自己也会起来 这是属于第一类 我把它认为 是它热人共 所以为什么西医常常 会发生有一些问题 它说 也没有呼吸了 心跳也没有了 然后就 开死亡证明 就送到殡仪馆 要火化的时候抽出来 竟然它还能动 这种你们上网 常常看得到 我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个案 那这个就是属于怎么样 第一类 也就是这一类 如果倒下去 你随便按 它都会起来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按脚 按手 按心脏 或随便按 反正它就会起来 按错了也会起来 没有按到开关 它也会起来 好 那到第二类 就比较严重 它 你按错开关 它是起不来 一定要找到大开关 它才能够起来 这是属于第二类 那还有第三类 就更凶险了 它在一两 两分钟内 它一定死掉 也就是 它倒下去那一刻 它热能急速下降 然后你要再返回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时候 你 你是跟时间赛跑 就是要立刻处理 马上动手 好 那这三类 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放几个 倒下去的 那让大家来 多看几个 因为看了 你多看几个意思是怎么样 你已经经历了 好几个病例了 你已经变得很有经验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就不会慌张 好 我们开始来 看一些倒下去的案例 好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放 促导之症 下面我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首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合工大学的在校学生 大家好 我是寒郭广播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首先呢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那因为前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 节奏都比较紧张 所以昨天出了一点小意外 让大家担心了 非常抱歉 今后呢 我会锻炼好身体 继续工作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工作 是不是心脏皱顶 还是脑中风 还是一般的昏迷 还是癫痫 第一个 这个画面看得出来吗 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因为他的动作太短了 看不出来 第一 因为 歇下去他有没有抽搐 他没有继续拍 对吧 他只有一个眼睛好像往上掉 然后就静止了 然后就昏迷了 他是昏迷喔 那昏迷没有意识 就有可能心脏皱顶喔 所以 这个我到现在他起来 你也不能说他不是心脏皱顶 绝对不要这样想 了解我的意思吗 只是他起来了 他有可能是第一类 那也可能是癫痫 他接下去倒下去 他正在抽搐 也说不定 但是后面我们没有看到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也可能是中风的 倒下去 他手脚 但是看起来不像中风 中风还会有意识多 一开始不会立刻这样 好 那我认为 也有可能心脏皱顶 但如果是 万一是我猜 猜的是这样 那他就是属于第一类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心脏皱顶 对 我讲的 你等我自己打开 但会长 还那么紧张 没有 不过紧张 就是 那一个团队 我这个 我这个 我传教很多团队 我当过很多很多的会长 有100多人的会长 可是呢 没有这个团队 真的不问题 大家真的很亲 感觉很亲 而且每个人乐于奉献 乐于给予欢笑 乐于给对方快乐 这是很难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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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再摸胸口了 注意 注意这些动作 然后你看 开始 有没有 开始接下去 他倒下去 跟第一个 有没有很类似 其实有一点类似 他都没有 没有 没有特别的 就整个 弹倒就倒 好 这个最后是挂掉了 不用怀疑 真的就挂了 好 那 会挂掉 到底 我认为他还在摸 其实他什么时候 心脏停止的 是倒下去才停吗 如果倒下去才停 他为什么要摸 所以在摸的时候 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停了 他剩下余乐 但是他已经无法表达了 他想表达 也说不出来 他已经渐弱了 等于 最后停止 那还有一些余乐 表现出来 那紧接着 所有的动作 再也没有反应 好 所以 这是挂掉了 那这个最后是证实 心脏作底 那我认为 他应该 到底是属于第几类 我认为应该 差不多第二类 如果有人立刻 按对开关 或许还有救 但是现在 CPR C的急救去压心脏 哪里 因为 我们这里要 厘清一件事 就是会倒下去的 这一刻叫症 还是撞 属撞还是症 撞 因为他跌倒了 撞到地上 所以叫做撞 你们不要乱撞 撞是体表的组织受损 怎么会是撞 此撞非彼撞啊 你们不要搞错 那个一定是症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症多数 他处体伤啦 大部分都是体伤引起的 你只要找开关就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急救要先用什么 用手去按开关 而不是先拿一些温敷来 温敷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必属症嘛 多属症 你只要按对 他就会起来 所以是可以救的 但你要很及时 你不知道 他是属于哪一类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好 这个我们就 就分析到这样 这个最后是挂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国标舞业余组队抗赛 林姓男子和女舞者 跳摩登舞 姿势表情很到位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林姓男子突然手摸 胸口坐在椅子上 不舒服的模样 没多久倒地 失去意识 现在是 他做五金 赛赛 现在工作 怎么样好金 现在工作 怎么样好金 一同比赛的女舞者 连忙扶着他 还有人冲上前 CPR急救 一旁则是有人帮忙扇风 解开林姓男子的五一 所有人都急患了 这一路人员 我们稍微在旁边 稍微在旁边 CPR都流 救护人员一抵达 立刻CPR电击 五分钟后 将人送一急救 人选告不至 一半都是 一分半都是两种 我们差不多 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 就 就end 所以说他只上两票 一分多钟就 对对对 这起猝死意外 发生在17号下午 57岁林姓死者 有心脏疾病时 因为热爱国标舞 报名失职会 举办的比赛 参加这次不计分的 业余组选手对抗赛 比赛前都好好的 比赛后却倒地猝死 让现场比赛的人员 感到相当难过 这个也就是 大家最恐慌的 因为怎么样 心脏骤停前 他前一刻的表现 跟正常能怎么样 都一样啊 你看上一个也是这样 但是我看上一个 应该是属于 比较像第二类 那这一个 夺标舞 你看他在跳 还蛮有体力的 但要倒下去 之前记者有说 你们有没有听 他守护怎么样 守护胸口 在摸胸口的时候 那一刻 是心脏已经停止了 还是没有 已经停止了 他已经停止 然后接下去就 摸着顺势倒下去 好 你看 当场马上有人 还是救不起来 就走了 好 再来看下一个 心脏骤停 好 注意他在眨眼睛 有没有看到 这里在眨眼睛 就突然间倒地了 然后你看 棉色苍白 你看手都指的 这个已经确定刮掉了 手已经在指的 这大概也就三分两分 就过了 然后再没有多久 你看 指头也发 这样就才起光 8A了 像这种就不要救了 确定死亡 已经确定死亡 而且你看到那个脸色 就不用救了 百分之百化了 也就是他脸色如果 面无光则 用这样来看很标准 因为有乐人则生 无乐人则亡 然后它会变化很快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个肯定是属于 第三类来的最凶险 它一两分钟内 一定挂掉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促导之症 像在上天 和那样些明天 时间能教我去改变 像过了梦 从他别人参见 他早已过都能出现 当生欢笑 让一晚明天 喝出他的无限 好 注意 好 你看 走过去 好 走过去 啊 所有oa公 所以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次 如果你们注意 他前一次是另外一个女孩子 他跑到前面 然后又走回来 然后第二次又跑到一个 然后这一次扶着 就再也起不来 所以第一 他应该有上一次 是不是心脏已经开始有变化 我举一个例子 再讲这个我还是讲一个 我认为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 有一次一个志工跟我讲 他说一对夫妻 就坐计程车 然后他先生突然间就昏迷了 然后他很紧张 那司机认为昏迷没什么 你随便帮他抓一抓 马杀机一下 然后他果然照他做乱抓 结果他就起来了 然后但是他们很担心 到无缘无故怎么会 突然间不省人事 所以他们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检查没有事 检查不出所以难 然后他们就回家 那回家他先生就上楼了 然后隔 几十分钟他就下来 跟他太太讲 我刚刚又在楼上倒下去 然后倒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太太一听这还得了 送到医院再送去 认为医院没有检查清楚再检查 医院去检查又说没有事 然后没有事他们说不行啊 这样我们也不敢回家 要不然跟医生商量 要不然我们住院好了 好 那就住在医院啦 总是医院随时有抢救的那个嘛 结果在清晨的时候 他又发作就挂了 你以为在医院救人救你 没有那么容易 第三次发作就真的起不来了 好 所以这件事 对我来讲 哇 这个我才了解 原来他这样就可以证实 前两次的倒下去 也是怎么样 心脏骤停 然后他心脏骤停 他自己可以起来 是因为怎么样 热能够 所以他自己可以恢复 所以有些人心脏骤停 倒下去的时候 他是可以自己起来的 很快就可以起来喔 但你不要说 他是一般昏迷喔 很可能他就是 已经是停止了一次了 只是停止很快 他就恢复 那让大家误以为没事 那他是不断的去医院检查 那检查要耗很多热能 他就这样把自己耗掉 所以我在 我看很多飞机上也是这样 有一次在飞机上 大陆的新闻 就是一个乘客发作了 然后人家就把他CPR 就抢救起来了 然后没有多久 又心脏停止了 他们再抢救 就来不及了 那我已经讲过 心脏停止按CPR 是对还是错 百分之一百的错 我敢讲百分之一百 因为拿他症 你怎么会按患处 患处也不能解症啦 你看我们如果病症 属患处的话 你一定是要温敷耶 对吧 这个在病师是刚刚讲过 有没有 然后温敷如果要按推 要按推哪里 患处 那按推患处是帮助怎么样 热炎吸收 来改善他的症 患处体伤的症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显然 在患处按推 不是要解他的症 而是帮助热炎进去 来解决患处 所以按推他处 跟按推患处 两个意义不一样 按推他处是解症 是医疗的动作 按推患处是保健的动作 结果西医 他们一直强调医疗 结果一出手 竟然是保健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原来那个是保健 他急救你怎么能用保健的手段 完全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一直说 西医完全错 喊了那么多年 没有人理我 很气人的 但你因为他不听 西医的傲慢就是这样 死了那么多人 他是不反省 反正就是应该这样 但是他有分几类 像这种 明明就是第一类到第二类 那个随便都可以抢救起来 那西医又没有 又把他热人耗掉 然后检查 又检查不出来 所以你们要确定一件事 心脏皱顶能不能检查出来 不可以 所以西医自己束手无策 他们对心脏皱顶 他们完全是束手无策 而且很恐慌 不知道谁会发生 但是他们又不知道 他们错在哪里 第一个 不安的位置 因为最紧急的时候 就要找开关 你竟然找错了 你既然电灯不亮 你去修你电灯 这时候开关只要一开 他就起来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那个孩子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很可能心脏就停了 停了他马上怎么样 恢复 到第二次他再摸的时候 再停一次的时候 他就没有热人 没有热人怎么样 啪 然后就挂了 所以很多人他停止之前 他有时候是停了好几次才挂了 你们要了解 那有些人停了 他是久久停了很久时间 他才起来 那有些人是立刻反应 所以这个也不一 但都在我看法 都属第一类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你们有了这样概念 你们就知道 如果当你心脏骤停了 你起来再去医院 医院也不会说 你是停止引起的 他不敢这样 因为检查不出来啊 所以你以为西医很厉害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心脏骤停 只是你以为心脏骤停止引起的信念到 一声跑呀一声跑 好 注意 这个时候 好 就挂了 这一个我认为 它不可能是第三类 你看 它要倒下去 它是怎么样 它还有力哦 它掉下去 慢慢下去 然后想扶着 然后又想上来 但已经没有力了 然后真的 最后就完全倒了 就挂了 所以它应该还有一些热能 但如果你按错了 很可能它的热能就耗掉了 它顶多就是第二类 在我看法 这个是如果遇到原始点 应该可以救起来 它不是第三类 说两分钟内 就一定会挂掉了 很可惜 这个真的有点可惜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遗憾的消息 72岁的歌王郭金发 昨天晚上在高雄魏武营 演唱他的招牌歌曲 《十二霸掌》时 人突然往后倒 虽然旁边有人立刻进行CPR 送到医院急救 但最后打了30剂 强心针还是回天法术 最后因为心肺衰竟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我们在一起为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 郭警发突然往后倒下 主持人冲过去立刻大喊 有医生在现场吗 刚好有一名乐师会CPR 立刻上前帮忙急救 救护车赶来 将人送到国军802医院 抢救两个小时 在晚间7点19分宣告死亡 享受72岁 所以要喊 要学原始点 倒下去不是喊就能喊起来的 一定要找开关按 那他的情况 比上一个怎么样 更严重 他连反应都怎么样 没有反应 直接就啪 倒下去 所以你们看了那么多 还有一种是怎么样 我说的比较轻微的 他要发作前还会跟你讲话 我心脏好像很难受 有没有 胸闷闷的 然后隔不久 他就倒下去 所以之前 他已经有一点微微的感觉了 不舒服的感觉 但很多就被忽略 这些信号忽略 好 这样归类三类下来 简单的讲 以我们现在的医学 西医人就第几类 哈 他是按换处耶 换处是保健手段 不是医疗手段 那他能救第几类 没有类 有他第一类 因为不按也会起来 所以你看西医救起来 你不用怀疑 他真的能救人 但是是属于第一类 如果我没有分类 你们是不知道 然后所以他会一直招 你看我们也有救起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 原来还有分三类 他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也知道 有些会死得很快 他们不分的 因为他们对这一个 是完全的陌生 连开关都找错了 根本不用提了 好 那到第二类的时候 西医就没办法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想 西医因为按错 你看一根指头痛 你不信你乱按看 会不会按好 你就按患处 哪里都按哪里 越按越严重 按错怎么会起来 尤其按患处 那是我们原始点 有一句话 症如果是属他处体伤 绝对不能按哪里 患处 这是唯一的禁忌 有两个禁忌 第一个 伤口不能按 第二个就是他处体伤的病症 绝对不能按患处 但西医 因为倒下去 那个绝对是症 多属他处体伤 那你怎么会按患处 完全 他们是不讲理的 蛮不讲理的 那原始点 因为我是 从身体上 所有花五年 你哪个地方 我都摸过了 患处绝对不可能起来 如果是症是他处体伤的话 不可能 那很明显 他们错了 但是错了还能按起来 那不是第一类是什么 到第二类他就没办法 注定死 那第二类谁有办法 只有原始点有保握 因为开关最近 而且他是最大的开关 如果连原始点都救不起来 你针灸也没有效 我敢保证 这时候只有靠原始点 那到第三类有原始点 未必救得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晚一点 他已经热能耗尽了 你在揉没有效 而且他如果你一看 脸色已经变了 你几乎不用揉了 只要脸色一变 面无光泽 几乎确定死亡 这个判断非常准的 不像西医还要怎么样 量什么 你量了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未必死 未必死 所以西医的诊断 本身又出了一个大问题 从治疗出了问题 诊断也出了大问题 如果他说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就死亡 那为什么这些死的人 还能够复生 死就死掉 还能活起来 那个道理是说不清楚 说你怎么说 说得清楚 而且这个不是个案 是很多会这样 那代表他们的诊断 本身的界定 本身就有问题了 是这样子 那到第三类 确实是危急 我认为原始点 未必救得起来 因为你一定要抢时间 了解我的意思吗